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算当中加了一条叫做Income Verification 那么马上就和联系起来 过去买保险的时候是根据年龄 根据你有没有病过去 有没有病史来卖给你保险付保费 那么现在突然和你的收入联系来了 是为什么呢 就是奥巴马Care的联系 它重新对保险也做了统一的规定 因为现在过去社会上有很多混的保险公司 给你买保险 说是你就看某个医生 给你看这个 给你一些discount 给你一些折扣 那么它不是真正的保险 比方说你不能住院 你不能拿处方药 你怀孕了生小孩不能保你 你小孩小儿科也不能保你 这个东西 奥巴马的改进的最大的 那就是说两点 你如果是有pre-existing condition 你比方说我过去有癌症 现在我还要保 那你不能把我踢出来 还有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 看着这个病人花费很多 他过去有权利把你踢出来 我不给你保了 去的时候我不给你renew了 所以这样子搞你 所以是这个是很势利的 保险公司实际上大家看这个事情要看懂 是为谁在为保险公司在说话 谁在阻碍这个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一塌糊涂 是网站一塌糊涂 并不代表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对就像一个浴室在烂石头里头 你把它捡出来 慢慢的会越磨越好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还是支持这个东西 因为他为大家的长期的健康而着想的 不是说对年轻人可能不好 因为年轻人多付一些保费 收入又高一些高收入的是不好 对他们来说 但是他把这笔钱挪用在了一些低收入的 和真正有病的方面用 那么这就是一种 实际上是一种均匀的一个过程 还有就是说过去的保险 我们自己的保险 包括大家所有公司的保险 不包括mental problem 你有精神疾病 那是不保 奥巴马直接要加入 你有精神疾病 也要加入这个东西 你说我有depression 什么东西 你要住院 对不起 你进不去 进不去 除非你这么警察把你硬送进去 那么有可能你进去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奥巴马care 是 我想刚刚您提到说 奥巴马的健保的政策 新出台这个政策 跟我们的收入是息息相关的 到底具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对 收入关系 美国有个poverty line 48个州 和这个Hawaii和Alaska是特殊的 我不知道他们的收入为什么高 我现在也搞不懂 好像Alaska和Hawaii的收入 反倒相当高 那么最低收入 最低 我大概看了一眼 我背不下来全部 我可以偷看一下 12000块 是这个一个人的最低收入 也就是在美国 你一个月赚1000块钱 你就是1000块钱之下 你就是穷人了 1000块 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 在中国还是高收入的 在美国是最低的 那么两口人 你要达到18000 那么你就是低收入了 18000一年 那也就是说一个月1500块以下 你就是低收入了 基本上这样子 你可以到网站上去看 你可以搜US poverty line 这个和移民局都不一样 美国移民局还有一个poverty line 对于移民经济担保 你把亲属搬进来 还是不太一样 这是对于你买保险的一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税收和这个income credit line就密切的绑在一起了 因为不同的收入 它对你的补助和买不同的健康保险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个covered California 就是加州领先全美 我们有自己的一套system 有铜、银、金、白金、还有Medicare 我们是领先全美的一个医疗系统 他们都没有别的州一团糟 当然我们不能说完全领先于全美 人家这个马萨诸塞州 Boston 那边比我们这边还先进 人家早就是全民健保了 比我们这边还好 我们这是领先前几名的 所以标准和premium联系来以后 这个报税就非常严密了 现在会计师将来的责任就更大 当然会计师可以建拆 帮这些人申请保险 是 之前我们都知道奥巴马的健保网站 是出了一些问题 这个当然也是导致了很多民众朋友 对奥巴马的健保的政策稍微有一点灰心 这点您怎么看呢 对 他买不到保险 这是奥巴马绝对会产生了一些问题 比方说原来这个公司的员工 多少个员工以下25个以上的话 你可以买这个保险了 现在公司一看 这个保费给我升了这么多 我让这个员工自己去买保险还更便宜 比方说这个人的员工的收入 只有很低的15000块左右一年 那么他完全可以到California 去买一个铜的 Bronze的Cover California 我给他一点钱好 那么才多少钱呢 大概才一个月保费才200多块 那过去公司给他付700多块 那么就很贵 那么宁肯叫他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一些employee 就把这些员工可以告出去 叫他说你去申请到健康网站去买保险 健康保险是一个大超市 联邦的 当然我们加州还有一个小超市 Cover California 大家都可以去申请 那么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 网站当机呢 还有一些他是因为美国有三亿人 那么不用三亿了 那么几千万也不用 那几百万 几十万同时进一个server 搞电脑的 他都知道 这种叫做concurrent signer 进去就会当机 这就等于是说駭客一样了 我把你的这个东西当机是什么呢 我制造很多这种假的这种人 这种东西 上你的server 我同时上 同时上上不去 大家一挤就挤死了 就是把这个门口给挤死了 那么就是这个当机这个东西 所以当然他是不成熟 才第一年实施嘛 但是以后呢 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还是只是临时性的 不能因为它临时性的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 你曾经吃东西噎到过 你就不吃了 因噎费食 不能这样子 还是个好东西 是 刚才您提到说 这个加州方面的全保 我想这个加州的全保 跟这个税收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加州的全保呢 和这个联邦的健保呢 是更具体了 加州的 加州健保 它是按照这个收入的133% 如果你的个人收入不超过联邦 刚才我说的那个12000 18000 20000 那个收入的那个数 不超过那些数 2024 2832 133% 就这个数的乘以这个的133% 不超过这个数 那么你就可以分别买Medicare 一个人 一个人不超过那个收入的133% 133 对不起 是133% 也就是说不超过33% 也是没说错的 那么你可以买白卡 就是说Medicare 原来的Medicare是对于老人 在加州的老人65岁以上的 绿卡五年以上 65岁以上 还有这个公民citizen 可以拿这个Medicare C-A-L Medicare 不是Medicare Medicare是叫做红蓝卡 Medicare 叫California的白卡 这个白卡对于还有一些 是19岁以下的小孩可以买 和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 那么现在2014年开始呢 全部取消这个标准 全部取消这个年龄的限制 然后呢 小孩呢 可以到26岁跟着家庭买 如果还是poverty line 刚才我说的那个之下的那个 1万2 1万8 2万 2万 2万4 2万6 这个孩子在这个范围之内 他还可以一直跟着家里跟到 这个 跟到26岁 那么同时呢 有一个叫做Healthy Family 过去是特殊的一个program 不高不低收入 也纳入这个Medicare 那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Ari County 有一个什么保险 就在Ari Healthway 洛杉矶健康路 那么他也纳入这个东西 全部纳入了这个 这个加州的这个保险 他有一个这个 刚才我说的是Medicare 大家都说Medicare 不好 怎么样不好不好 是他只有两个医疗网 可以接受Medicare 因为他付的 即付的比较差 州政府给的钱少 不像别的保险公司 付的比较痛快 因为他付的保费高嘛 Medicare是免费的嘛 所以是州政府这个 the budget 给着这笔钱嘛 所以呢 这是弱势群体的一个东西 大家经常看到议员开会 大家拿谁开刀呢 就是拿这个开刀 所以这些议员 实际上他是什么 是看钱的 因为在他们背后 都有支持他们的企业 支持他们的企业 你不能说砍我 给老公给这个公司加税吧 给公司加税 给什么什么 他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公司 你不能老是加税 加税他不受欢迎 所以呢 只有节省预算 把预算给压下去 再就是学生 砍学费呢 所以那都是政客 所以说为什么政客 要过一段时间换一遍 他就是这样子 非常感谢 所以终会也是跟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度广告 广告过后呢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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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试管婴儿中心 六五四五四三三 这个Black Friday只有Walmart承诺一小时内保证有货 只要你在销售活动开始后一个小时内到店内 我们保证让你用Black Friday价格购买超过二十种当季最热门的礼物 Black Friday第一也是唯一要去的地方Walmart 奥巴马总统的健保改革已正式上路 除了个人不买健康保险将被罚款外 企业更要面临保费大幅度调涨的考验 各大保险公司最新数据指出 如果企业没有在年底之前续保 那么明年将可能面临保费高达百分之一百的增加 华兴保险提醒您及早应应 现在就与我们联络用最好的价钱 保障您未来一年的福利 626-333-1111 华兴保险 您实现了所有梦想 唯独少了家庭 如果您尝试怀孕超过六个月 是时候去看不孕症专科了 明明试管婴儿生育医学中心 林秉勋医师纪团队 以高成功率的试管婴儿 帮助了上千对夫妻实现拥有孩子的梦想 专精IVF、IUI、PGD、捐暖及代母等服务 明明帮您实现拥有孩子的梦想 626-388-6022 最好的祝福就是健康 明目清 富得益 保甘活力圆 欢乐节日 劲爆优惠大行动 快打电话讯问详情 1888-988-5188 1888-988-5188 以上节目由Stay Farm提供 向更好迈进Stay Farm 李新华翡翠京城全新盛盖博旗舰店 将于10月26日隆重开幕 10月26、27日来者前100名由精品赠送 请大家告诉大家 感谢回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钟兹磊会计师来谈一谈 关于报税与购买健康保险的一些相关注意事项 钟唐先生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刚刚在休息的时候 您是大概帮我们介绍了几种 可能在购买奥巴马的健康保险的过程当中 里面可能有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可能在税收方面 可能会有一些变动的地方 那我想接下来请你帮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像在加州的全保 对收入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加州的全保我刚才有讲过 Medicare以下的收入是 联邦的Poverty Line的133%之下的 可以买到白卡 白卡大家好多insurance agent 或者客人说他不好不好 只有他是不好 因为什么呢 他接收的医疗网只有两个 然后呢他的这个 好多这个福利呢都没有 好多药呢 就是大部分药呢 他都是给你这种这个什么的 不是给你名牌的brand name的 都是那个generic的一种药 就是类似一种中 是同样的药了 就是说不是名牌 这个有问题 但他基本上是个保险 如果你是年轻人 你也不看病 那么你如果不那个买任何保险 奥巴马care是要给你罚款的 2014年如果你不买保险 你的罚款是95块钱的1% 所以大家有的人听了也没有关系 才这么一点点 有的人会这样想 但是到了2015年就变了 变成了295块 或者你收入的2% whichever is higher 哪一个收入低 不是高了 哪一个收入 哪一个罚的比较低罚你钱 那么到了2016年 我可以罚你到695块 所以这样的话呢 罚款还蛮多的 如果你觉得你很健康一年 你就硬撑 那么到年底 你觉得你要是付的保费6000多 你自己付了个695 就把这个事情打翻了 你也可以这么做 交给国税局了 你的695交给国税局了 否则的话呢 你可能付几百块钱给了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把这些钱 付给了其他的人 这也是一个好事 那加州的保险呢 刚才我们绕回来再讲 它的收入标准呢 基本上是说大家都喜欢买 那就买这个铜银白金金 或者是这种买这种计划 那收入就要超过16000 超过16000 22000 这也差6000块 那么第三类呢 我刚才16000是一个人 那么两个人能超过这个 我看一眼是22000 三个人是27000 四口人是33000 五口人是39000 大部分这种标准 另外中文先生 我知道在奥巴马的保险政策里面 好像还有一个保金的资助方面 这个是不是也请你帮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 是具体的我们的California的英文单词 它就叫做Premium Assistance 保险经济啊什么都知道这个词 他们也都在学习 所以现在没有几个人出来敢讲 我也是现学现卖给大家讲这个东西 那么Premium Assistance是这样子 每一种保险你买了以后呢 有一个最高额 你比方说一种保险 这个人呢是低收入一个人 那么他的保费每个月是294块 那么查一查他的同的计划 同的计划的最高保费要付到191块 那么292块减掉191块 那么还有101块从哪拿呢 州政府 州政府要这个叫做Premium Assistance 州政府要把这101块帮助付给保险公司 那么保险公司有了全部的钱 同时呢你自己付一部分 州政府付一部分 当然加州的财政好像也是高一点 这叫做Premium Assistance 叫保费资助帮助你 帮助你买保险 是另外像有一些这个 针对一些怀孕的一些人呢 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对的资助呢 是的 刚才说了那个怀孕呢 你如果要加入健康这个加州 Covered California 就是加州全保 这个计划呢 有一定的标准更高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怀孕了嘛 所以说你的负担肯定会重嘛 你会住院 你会生小孩 你的医疗费肯定高 那么我要给你的标准呢 就是贫困 刚才我那个基础上的贫困线 本来是133 对不起 我现在要给你150% 我给你加到150% 还有就是说小孩你是1岁到19岁 这这个范围之内的 那么你的保费呢 因为他们打疫苗什么的各方面 可能经常看医生可能也高 还有其他的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保费反而高 应该他们一般都很健康 如果他们的保费 他们的保费 他们的保费 他们的收入标准 要cover要达到200% 才能买这种 要不然他就是把他归到 Medicare里面去了 我可能是加州的 Covered California 不想把他们 纳入到这个计划 然后把他打到这个 Medicare里面去 我估计是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呢 下面我们可能讲这个叫做 Bridge计划 叫做Bridge Program 又要讲到这个了 因为你把他淘汰出去 刚才我们那个小孩的200% 他的标准 收入没有那么多 孕妇的这个标准 收入150 也没有这么多 他又到Medicare里面 Medicare又要133% 那么超过了他的标准 那么你这边又不接受他 当中不是有个Gap 那么怎么办呢 有个Bridge 有个桥梁 把它接起来 把这两种 有一个叫做Bridge Program 所以加州研究的还算好 所以说加州还是领先全美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我基本上讲就是Medicare Covered California的 铜、银、金、白金计划 以及他的Bridge Program 全部Cover所有的加州人 像他这里面有没有一个 这个相对的像罚款这个方面 有没有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对 就是说你明年你如果不买 就是一个人要罚95块钱 一个人95块钱 对 或者是你的这个收入的1% Whatever is lower 就是哪一个低罚你哪个钱 2013年 20 这是2014年的标准 2015年是罚295一个人 或者你收入的2% 2015年 2016年会罚到你695块 或者你收入的3% 好像Whatever is lower 哪一个低罚哪一个 好像越来越高一点 就是逼迫你 强迫你买这个健康保险 所以这些健康计划都纳入了 像我们现在这个加州总共 大概有多少个这个健康的计划 在实行 这个问题是 刚才我说了 在Medicare这边这个计划呢 是这个它有的健康医疗网 能接收的保险公司呢 只有两个很少 那么其他的呢 大概有13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自己都买保险的 HealthNet 这个Anthin Blue Cross Blue Shield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小的计划 Molina什么的 还有的是大的医疗计划 像这个Casa Permanente 它自己的一个整套系统 它所有的等于给它做广告了 实际上不应该的 它要付费了给凤凰 这个它是大医院系统 像中国一样的 它进去以后呢 不是说让你看家庭医生 看完家庭医生 再给你转诊 转圈圈 到处医疗网 它这个大医院里面Casa Permanente 进去以后 它什么科都有 而且给你预防医 你做什么事 看什么病 动什么手术 都在大医院了 都在他这个Casa里面去了 所以它好像有点独立于其他的这种 不一样的这种系统 它本身收你的保费 用你的保费再给你看病 不像别的是保险公司 我收你的保费 哪个医生Claim了 哪个医院Claim了 我付钱给他们 所以是不同的系统这种 加起来有13个 在加州大概运行的有13个之多 另外我们不会知道说 这个所谓的真正的保险 到底又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 我刚才想讲 我再重复一遍 真的保险一定是能吃处方药 一定能看到医生 一定能进医院 能住院 不能是说你的保费保险不能住医院 一定是说 现在奥巴马又加了一条 一定是说 你不能把他kick out出去 不能把他 因为他花的钱比较多 把他踢出去 保险不给他renew了 或者是你不能因为他有肾病 有心脏病 有其他任何病 不给他保 还有不能因为他有精神方面有病 你也不给他保 还有你不能没有儿科 Pediatrician 这个儿科 你不能没有这个 然后这些东西 你得全部包括这等于是9项 我们讲了9项这种东西 你才算真正的保险 你不能看医生 住院 Emergency 还有一条很重要的Ambulance 好多保险 Ambulance没有 好多人说已经在那里躺着 已经很严重了 就是说还不敢上这个保险 还不敢上这个救护车 没有事的 这个救护车你是要照上 一 你有保险 保险公司替你付 你没有保险 州政府早早晚晚要替你付 你是穷人 得病了以后一定要进 也要进医院 因为加州对于那些没有身份的 你照样是可以让你进医院的 不要说我是外边来的旅游的 我突然得了疾病了 连医院什么都不敢进 不要怕 加州政府全美国都 他都会给你cover这个东西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不像我们有一个国家 我们不提的 就是说他没有钱不给你看病 不会这样子 如果说针对这个奥巴马健保政策 如果还有一些更多的问题的话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网站是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对啊这个最重要的 对我们加州的一定要看的 这个网站是我说了以后 又会当机了 是wwwcoveredca.com 就是coveredcalifornia的意思 coveredca.com 你上这个网站 就可以做你自己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了 你可以review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这个加州居民 是是中华师您看 在我们这个节目最后 我请您再大概的帮我们这个总结一下 像关于这个买健康保险 与这个税就是报税方面的 这个大家所需要的一些注意的地方 对 Covered ObamaCare 一定要是有身份的人 有绿卡公民的身份的人 你注意的话呢 你一定要报税 即使你是零 你要报税 因为你报一个零 我没有收入 你可以去申请medicare的 这样子 另外你是老板 你是老板 你超过50个人 你是没有跑 你要给员工买保险 那么低于50个人 又在20 或者是低于50个人 你可以不保 但是你保了的话呢 反倒对你有好处 因为你25个人之下的公司 你给员工保了保险 你的保费的50% 都是可以作为credit 是refundable credit 是可以退钱的credit 比方说你公司 搞了半天 你不赚钱 那么你付保费 付了1万块 那么其中5000块保费 还给你退给其 好多会计师都没有做好 就是好多老板 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说白白的退给你钱 你还合了而不为呢 你给他买了保险 你花了钱 你还能退回来 你还 同时呢 你那已经抵了费用 你花了1万块的 10万块的保费 已经抵了你公司收入 你已经不赚钱了 同时呢 那保费的一部分又退还给你 所以说有 有时候要好好研究 很细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一团糟 网站也在糟 经纪人也不清楚 所有的都在糟 是因为这是个新东西 只是一个good idea 只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具体实施方面 遇到了很多问题 是 今天非常感谢中华医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同时 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谢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